您创办的这个效果公司 2020年好像不太顺利是吧 是 正如鞋成也不太顺利一样 对 杨总做这个事情有心理障碍吗 我儿子都是不敢看的 爸爸 我美岸的父亲你在干什么 要不是这个时代李旦这么懒的人能有饭吃吗 确实就是这个时代让我这种人有饭吃 李旦就是清高的利益主义者 我不清高 我输得不得了 我有点都不清高 梁总曾说拿高倍望远镜 都看不见邪城的竞争对手 要不这个望远镜坏了 就每个人要倒着活 其实都是哲学家 人如果可以一直活下去的话 会有什么无聊的反应 这也是我的幸运 就大家还是允许的幸运 一定要在这个大的浪里面要晃 然后要做一些个人的小选择 我们看见生活一把种可能性 但我们也会有我们时代的局限 现在这个时代自媒体是一手创造 全世界的人都做过这些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做一样的呢 我以前对一个商业世界的认知 就屋子这么大 移动互联网改变命运 不就是这个吗 她是育材中学初二学生梁建章 高男的 高缺计算机的 后来做企业 后来又去做经纪人口 她最近有在很努力地去写段子和演出 我给大家创造一首大象的诗 我给大家创造一首大象的诗 过去一年就搞直播 用比较好玩的工夫多彩的方式 去介绍我们的旅游产品 最近我走过两万五千里 出妖魔出鬼怪真的不容易 我们现在还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做企业了 这个学生还是很忙 有几七年疫情期间有很多的挑战 我是希望有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风格去打动大家的 无论是旅游还是人口 这个词应该不是梁总自己写的 太多怪词了 就是什么东西是口语 什么东西是文字稿 还是一听就能听出来的 但其实我几年前就很爱读她写的文章 非常好 她写文章是没问题的 那个理解起来 就友好为一些对我们这些智力不高的人 但你的认识音乐还是那个什么样的 她因为作为一个文旅产业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 能够把talkshow做成一个成功的一个商业模式 她也是个跨界的人 她写了很多书 编了很多故事 但我对她的一些人生经历 怎么样做到这个事情 也是非常感兴趣 她们今年应该也挺不容易了吧 就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活下来的 学习一下 杨总 你好 又见面了 我今天要演一下 原来是推广天津 天津 天津我演了一段顺口流 跟说天津旅游的相声 我发觉 我一天当然没演过 我发觉相声比单口要容易得多 单口难度高很多 可别这么说 可别这么说 她这个段子是我写的 哦 您的视频号发那些 基本都是你自己写的 对对对段子我写的 我们还演了这什么小品啊 什么的 鞋城这么多年来 今年是旅游最多的一天是吧 对我是有生以来走过最多地方 去了二十多个城市 是去推广那边的目的地 用直播这个形式 所以今年是走得特别多 这个过程中多少是享受了多少是业绩压力的 这个分不开啊 如果自己觉得不好的这个产品呢 也不会推给大家 我今天很多旅游目的地都没生意嘛 让我们用最有意思的方式就穿着各种这个 看着 然后吸引眼球来推广目的地 我看您那个视频号了 其实这是两回事 就是您那个视频号呢 如果是从带动销售 介绍目的地的角度来说 其实您那个是更有效的 进入更轻松更快 一目表然嘛 大褂一出来就是大褂 希望把那一个小象出来就是小象 那我们做的话 他进入就不是这个逻辑了 这些都没法跟你比较 我们都是 其实还是最有效的 能够传播的 让人家印象深刻的 还是用幽默 就让人家搞笑 梁总做这个事情有心理障碍吗 一开始是有的 还是有的 也需要一个解放天性的过程 对对对 家里人觉得 家里人 还有家里人的压力 家里人谁给你压力了 就是我儿子都是不敢看的 多大的儿子 20岁 20岁 正是不敢看 小的三岁他倒不说 20岁正是害怕自己的父亲给自己丢人的年纪 爸爸我美岸的父亲你在干什么 尤其20岁他还不太能理解 不过我觉得旅游就应该这样 应该是这样 现在你知道有些景点 他除了门票收入 最大的收入就是租衣服 他其实很多人都愿意去深度实验当地的文化 这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就得这样 其实出来玩就是一个要打破社会身份的过程 对对 我都出来玩了我还端着干嘛 我就一定要怎么傻怎么来 怎么解恨怎么来 那你也会有所谓的企业家人设什么这种东西吗 企业家人设跟比如说CEO人设不完全一样 就如果是个大公司CEO 尤其职业经理人的话 他会比较一个固定模式 因为他对股东啊 对他的员工啊 他可能说话啊 他的一个形象 都比较的相对稳定跟保守一点 但企业家就不一定 因为他可能会更有发散性的一个想法了 尤其是他做 他是靠创意的 就像你们的创意产业 文旅产业的话 感想 我觉得企业家应该是 有他特别的一个不同的丰富的个性 是创新精神 对 就外界对你有一种观点 就是觉得你实际上表现得很丧 很懒 很吊儿郎当 对吧 但实际上背后你却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那也有人会认为说 其实这就是你本身自己 营造出来的一种人设 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去迎合 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口味 有点尖锐啊 不不不 这个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大家会把懒 丧啊 这些事情记得那么老 因为这个是不需要理解成本 一下你就记住了 但我也说过很多啰嗦的话 你记不住 我也能理解 我认为人设是什么东西呢 人设是一个人能吸引到的 注意力的最大公约数 哇塞 这个事情 来说点人话吧 这个事情 对你才听不懂 对吧 就是人设这个事不是你能营造出来的 因为你一旦营造人设 你就会 叫什么崩 人设崩塌 或者翻车什么 你一定会出种事 我就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全面 那你看到我的全面之后呢 所有的注意力在我身上的最大公约数 就会渗到那几个最简单的身上 懒 好笑 长得臭 眼睛小 就这些东西吧 他就 他就 就这几个事他就记住了 这很正常 这是我们对所有人 尤其公众人物的理解就这样 那没办法吧 那最大公约数是那样 你随着你对这个人的了解 你发现他怎么还有这些面 他是不骗我是吧 他会不会是故意的什么的 你去解释这个是解释不清的 最后想理解你的人是会理解你的 那不愿理解你的人 其实你费尽心血跟他解释 他也不会理解 你就拉长时间看就好了 这才哪儿到哪儿 慢慢地站在这 大家就知道了 好 来 这个是网友快问快答 是一些网友的问题 由我来代表网友问 如果梁建章没有选择带会直播 喜业城这次是不是就救不回来了 应该会业绩没有那么快的恢复吧 不是 想什么呢 那么大上市公司 真是 有人说李旦就是清高的利益主义者 我不清高 我酥的不得了 我一点都不清高 你在名利墙里苦苦挣扎不累吗 不累 要不是这个你时代李旦这么懒的人 能有饭吃吗 确实就是这个时代让我这种人有饭吃 李旦根本没有体验过996 他要是没当老板 还会觉得996能带来人生的意义吗 首先996我一定是体验过的 努力工作有可能能带来人生的意义 996有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努力工作的方式 你只能这么说 有没有担心过有一天突然就过气了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你一定会过气和不活的 对 对 梁总曾说拿高倍望远镜都看不见邪程的竞争对手 要么那个望远镜坏了 那梁总1999年创业的时候 我怀疑我那会儿还没用过电脑呢 就是那会儿就开始做互联网 那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对 那个时候互联网只是能够收一下邮件 中国是刚刚开始 所以那时候无论你买东西或者是出去旅游 你要安排的话都是通过传统的旅行社 只能跟团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做互联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以后 才能够通过网上去预订酒店啊 我是听过一个江湖传说 就是您不是离开邪程去深造了几年吗 然后好像邪程的业绩呢就出现了下滑 然后突然您回来整顿公司 推了一块我们公司里都能见到的移动的那个白板 就走到一个一个会议室一个一个部门给他们梳理 就这样把公司用几个月时间又整顿回来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要取证一下 参加很多会这个是对的 第一开始就是公司很多事情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时候 所以我们特别紧迫的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 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亲自参加很多移动的功能的 移动APP的功能开发 所以跟他们在讲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但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特别是 我从此以后不看任何有PC的这种 这种screenshot就是截屏的PPT了 一旦谁给我做PC的截屏的PPT 立刻停止 重新回去重做 因为那时候移动才占我们整个收入的 可能只有10%多 但增长非常快 我说三年以后一定是70% 80% 甚至于后现代到90% 所以所有的PPT所有的汇报 都要有移动的截屏 手机的截屏来做 这个贯彻下去 这个是那时候比较高效的 把大家的这个思路转了过来 全力以赴的做移动 从哪儿啊 那多少用户在移动互联网上消费呢 就是在协程这一点 基本上全部是在APP上交易了 对旅游行业并无了解 其实它只是说一个智力上的判断 经过调查说 旅游行业可以发财 而且很适合当时的互联网环境 电子支付没那么复杂 这是很聪明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梁老师就是能想明白的人 自己现在在拍一些视频号 是不是 那这个有特意研究过 什么年轻用户的习惯吗 还是 那现在其实它你 它就比较被动接受 就是你可以推给它什么 然后它看着朋友圈推给它什么 或者它直播看到什么 而且都非常短 以前可能还要看一个详细的介绍文字 现在就是看一个照片 或者几秒钟的视频 它就种了草 它就会想去 说话好像我也是这样 其实你到了当地 甚至发个朋友圈就解决了 是吧 发个朋友圈说我在哪哪哪 哎呀我来过的朋友们 我应该去哪哪哪哪 哪好玩哪好吃 其实在朋友圈 经常看到都是这样的理由的 对对更加随性 这个也是整体产业的一个提升 我特别有影响 就是微信是这两年起来特别快 就有一年微信起来快以后 以前的春节都是淡季 因为大家都回家 那一年春节就是互联网 我移动互联网微信出来以后 大家都在网上朋友圈里分享去的地方 然后那一年开始 就是真的是 我说是互联网旅游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现在年轻人玩法的一个变化 但是你觉得微信有了之后 是让人和人之间距离更近了呢 还是更远了呢 当然是更近了 我是不接受什么 从前车马慢那一套的人 我觉得那个很扯 我是觉得技术进步是非常好的 人对信息是一种刚需的 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就理解了 你上厕所是不是不看的东西特难受 就是你如果什么都没拿 你现在可能都回忆不起来 自己没手机的时候上厕所在干嘛 人不能跟人性抗疼 当然我们只能说手机或者移动互赖网 过分的过于充分的满足了人性 为什么是过于充分的呢 就太方便了嘛 就很爽嘛 你现在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过的是一种非常爽的热度 有点过分了 但是 不应该这么爽吗 你觉得 我是觉得应该 但是 但有人就贱嘛 你过分的满足 他又抱怨说 你为什么让我这么爽 我要写信 我为什么想我妈就能跟我妈视频 不行 我要写信 我也能理解 因为人就这么贱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 最初是怎么样去想到去做这个talk show 就只是因为自己比较擅长写和说这碰完就觉得那我擅长就做嘛 后来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把它当做一个商业模式 其实就是这个 融资啊什么写商业计划 你有做过没有 那都不是我 那我们有合伙人 我们公司CEO来做 你不是高CEO吗 我不是 我是我们公司的叫内容管 因为我不懂什么商业股权什么的我都不懂 不会 真的 我就是闷头做那个 预测这个十年以后 中国有多大的这个产业 他们有过预测 你还不记得 我还不记得 我其实应该记得 但是我会刻意的把这些数字都忘掉 因为我是做 我是做内容嘛 我专注在内容上 我就怕那个数字干扰我 因为我也不管 就是租场地什么我也不管 这些事我都不管 我就只知道我可以把内容做好 你让我去想场地想什么商业变现 我就 我觉得就换套了 对如果你专注做一件事我也是经验 往往你会超出自己的 这个预期会做的特别好 其实很早就觉得国外的talk show很受欢迎了 中国一直没有 直到最近几年 也就是最近你在搞的时候 把这个模式 就商业化搞得很成功 为什么你介绍一下 为什么是现在中国能搞起来 为什么你能搞起来 很简单就是消费升级 哈哈哈 其实就是消费升级 哈哈哈 就跟你当年洞察到旅游业的那个爆发吧 一样的 其实就是一个不可逆的城市化 我认为它就是个特别城市的一个 或者说一个都市的一个文化形式 因为它就是在酒吧嘛 它的原始形式可能就是今天有一个人 比如说我是个牙医 我上了一天班 我很累 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我有一肚子牢骚 晚上走进酒吧上台 把今天的事讲了 这就可能就是原始形式 就是特别都市的东西 意思就是它需要有巨大的信息流 就是它这个职业 肯定是在高度职业分工里产生的 像您看我们节目的话 其实有很多程序员啊 什么各种各样老师什么的 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它有高度的职业分工 对对 然后呢你每天接受大量的信息 所以我有一个极端观点嘛 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五分钟脱口学演员 至少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朋友 你肯定是可以 你都不用训练 你现在就可以 我们今天有一天有个脱口学演员 在这绕着这个三分线投完 从那个点一直投到这个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连中七个 七个点 连中七个 那可以 因为二楼全是女同事 给她加油 连近七个三分 那我们现在员工男女比例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 女孩子多吧 这个行业就是女孩子 我不知道 哎 已经不会打了 你的观众都是二三十岁的这个年轻人比较多 他们在观念上 你觉得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觉得他们的成功的标准还是赚钱吗 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不是 是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不是特别在乎这个事 说走就走 给工作高也没用 对 你不光是给钱 你还得 这事还得有意思 这工作环境还得优雅 然后呢 还能到处去考察旅游 同事之间呢 还得快乐 对 我有一天去开会 吓傻了 我就一推门 做一帮小孩全部认识 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们 我能不能了解你们都哪来的 全是实习生 什么剑桥的哈佛的 我说你们还干什么 说喜欢做脱口秀 我说你们 你爸你妈知道你们在这吗 你们 这么好的学校出来 你为什么要搞喜剧 你们都赶紧出去找别的工作 但这个还是要天分的 我觉得 写段子跟那个掌握这个幽默的这个 节奏 没这个肯定是 天分的话就是小时候发现 我的天赋呢 就是从小嘲笑这样的好学生 就笑嘲笑的特别好 可以帅领全班的同学一起笑话你 然后就 笑笑全世界那些学法 然后就 对 然后最后你看 是吧 鞋成的老板 还有一个鞋星 就是最后长大以后就文过成这样 很正常 小时候就这样 就很早就发现了 但是人家说也就是从小有这个 喜欢呼言万语 但是长大了愿意干这个事 还是需要一些机缘巧合 越来越有点绝望的发现 就是我们一开始聊 就是做喜剧要不要天赋这件事 就是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发现的行业 而不是一个培养的行业 嗯 我们无法完成从零到一 就是我发现你的时候呢 你就 你就得是0.1 年轻人去创业的话 我有什么建议 我就觉得谨慎 因为光有才华也可以创业 你才华够大你就可以创业 但是 就是 我还是觉得这种还是跟运气很大 就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那选择比才华也更重要 我觉得谁的成功都是特偶然的 是 您创办的这个效果 公司 2020年好像不太顺利是吧 是 正如协程也不太顺利一样 对 虽然我们很小很小 但是 遭受的打击 差不多 只不过对我们来说可能更致命一点 首先是 线下的停滞 就像旅游的停滞一样 线下的停滞 还有一些核心员工的问题 只不过我们的核心员工是 他就是艺人 所以这个问题会放得更大 那现在听说 还是一票难求 对 对 就是因为播了那个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之后 大家觉得脱口秀这件事本身还是 值得一看的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我们也不希望把脱口秀本身 跟几个人就 绑死了 就是脱口秀这个事是好玩的 对 还是 对事不对人 我觉得还非常有前情的一个 谢谢 谢谢 我期待你的场地能够扩充 我们能够来到你的票 就靠梁总 梁总帮我们扩充一下 对我们一起来推一下 文旅 是吧 未来最有前景的文旅 对 高兴了 当然中国这个产业是刚刚起来了 还有很多的变数 跟未来的想象空间 这个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这比较有意思就是未来怎么样跟旅游结合起来 旅游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播嘛 就是文化如果能够幽默的方式的话会传播的功夫 我最近写了一本小说 就是人可以活 永远活下去 永生了 对 然后带来一段一个问题 就永生之后 永生之后 永生之后的无聊生活是什么样的 是不生孩子 不谈恋爱 还是说谈很多很多恋爱 我会学习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这个我要回去好好 我也可以去买一本你的新书 我的应该送你那一本 叫后场 后场 对 党后的后场 我可以拿过 高高呢 高高 不是这样 经纪人 谁帮我找一下 你认为是美国念文科的多 还是中国念文科的多 应该是美国多吧 对 肯定是美国多 美国多 他幽默他就多 是吗 我觉得理工男也会很幽默 现在不是说有个叫派行人词 派行 以前叫T型人才 派行 T型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 还有一下子钻得很深 现在是什么都知道一点 还有两项钻得很深 两项钻得很深 对 这也太难了 这有点难 腰确有点高吧 是啊